你不是电动摩托车吗 是啊 你不烧油 对啊 你不烧油你不能上高速吗 电动汽车也不能上了你这么说的话那什么道理啊 可以上是吧 VAH7C33 骑电动车能不能在河北上高速呢 肯定是能上的兄弟们听到这个问题是不是目瞪口呆 大家不用惊慌现在是在河北的秦皇岛市 我去带大家 骑着我身后这辆电动摩托车 上一下高速看能不能上废话不多说 直接去高 哎呀 电动车 摩托车 电动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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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电动摩托车 250排量的 不行 电动摩托车不行 你别开玩笑 我还在这 你 小兜 小兜 你给卡 什么回事 250排量就能上废吗 你不是电动摩托车吗 是啊 你不烧油 对呀 你不烧油 你不能上高速吗 电动汽车也不能上了你这么说的话 那什么道理啊 什么电动的就不用 你对 你先你先各边上去 然后我给我那个班长给来给他喊过来给你解决一下 我给你解释一下 对吧 解释一下 什么那个后面的尺寸呢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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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个人了 哪里人 什么东西啊 对不起 什么东西啊 能跑120的高级还是什么 你这不是电膜吧 就是电膜 这个 给我来个电话 他写的是普通二轮摩托车 我看了啥样啊 这人家还是油的呀 你是充电的加油的 是吗 它是充电的电动摩托车 但是它那个设计证上写的是普通二轮摩托车 它是充电的不是加油的 那是弄跑上的吗 车二五就被忘了 它排量大 有车牌吗 有 有 有 黄色的车牌 你能是让它上 还是不让它上的 不让它上的 普通二轮摩托车 就有 跟夜庶的一样 你跟它是充电的 做做什么 都跑120 还是个黄牌 有牌有不 它有牌量就够大 贵A H7C33 可以上是吧 VAH7C33 对 那就可以上是吧 行 那这样就上了 好了 那叶森说啥问题 我先来让上 好嘞好嘞 这不就搞了 VAH7C33 7A7C33 对7C33 一个7一个C 两个3 7C33 你要不看 好嘞好嘞 那个传统 拿过传统试驾了哈 听说那个 VAH7C33 对啊 那往后那个 VAH7C33 大规模生产 产生产之后也是这种 VAH7C33 这种配置的话 也可以上高度了是吧 慢走 好谢谢 神秘的地方 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我到地方要不要收高速费如果要收的话要交多少钱他们的收费标准是什么反正呢要躲好几天才能知道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持续的为大家更新出来在这里呢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视频更精彩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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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